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大家都很关心我的身体状况 一想到这里 我就觉得很惭愧 让这么多人担心 我今年的目标是要判五公斤 要对得起人 刚好七月六号到十号 我到东北黑龙江大庆 讲课 有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家去听课 跟他女儿一起去 一看到我 他说你怎么跟电视的样子差这么多 怎么这么瘦 一边讲眼泪就掉下来 我看了也是很惭愧 很难受 老人家 这么替我们的身体担忧 隔天正式上课 我就跟 所有的朋友说道 说 各位朋友 你们不要 一直想 蔡老师很瘦 这个念头是有能量的 我所有的细胞 一直都在听到 蔡老师好瘦 所以每一个细胞 都不争气 你们一定要说 蔡老师一定会胖 要转这个念头 那我会胖起来 我从大县讲完课 回到北京 那两天的食量 快速增加 现在回到 台湾到了上果林 每一天也都吃了不少 突然觉得 念头的力量 很大 因为我现在每一个细胞 都收到一个讯号 说他一定会胖 他们现在都变得很饥饿 开始吃东西了 我们时时丢出好的意念 不要丢出 忧郁担忧的意念 我们相信人之初信本善 我们相信 每一个人 都能够迷途知返 用这样的意念去祝福他 去信任他 这个一念之后 会有很微妙的变化 好 刚刚一开始也提到 在我求学的 在我求学的过程当中 在功利主义 升学主义的环境之下 心量变狭窄 在那一段时光当中 留下来的 就是一天 考试 考四科 考五科 甚至也还有 更多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景象 是学生的成绩考不好 被老师处罚 被老师打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的同学手上 差不多有五六颗 紫色的水包 好像一个水泡 但是里面都是瘀青 各位朋友 分数是拉上去的 请问在孩子 的心灵当中 落下了什么痕迹 什么痕迹 会感谢老师吗 会尊重老师吗 这可不是小事 一个孩子只要不尊重老师 甚至于对老师有怨恨的时候 他一生的学业 学问 会造成很大的障碍 我有很多的同学 他的智商 都超过一百三 好几个是一百四一百五 相当聪明 我的智商 你看我都记得那么清楚 就知道我虚荣心多重 一笔也跟人家差那么多 我是一百一十八 初中的时候 测验的 看着我这么多同学 智商那么高 而他们因为成绩考得比较低 被老师打得很凶 后来 我在思考 假如我当老师 绝对不让这样的情景 上演 当然 我也有被老师处罚过 我还坐过飞机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坐过飞机 坐飞机就是 班上四个 个儿最大的 差不多都快一百八十公分的男同学 把你的两只手抬起来 把你的两只脚抬起来 然后拿藤条怎么样 打屁股 我也被打过 我被打的时候 不是因为成绩不好 是因为 去打撞球 当然 那时候我又没学过Diskway 怎么可以怪我 我又不知道动闹场 觉悟尽 而且 我要去打以前 有跟我妈妈讲 我说我要去打撞球 我有做到出必顾 反必面 但是为什么我妈妈给我去打 他信任儿子 不会跟人家乱搞 那我没有错 我又不是 制作主张 都没有通告父母 但是老师 他要很有权威 所以我们去打撞球 就被叫出来修理 是有其中一个同学 被发现了 发现以后 老师又 跟他 讲到 曾经 谁跟你打过撞球的 通通把他叫出来 我就被这样抓出来 打完以后 真的很痛 可是啊 我这一生 有一个特质 恨一个人 恨不起来 不管他怎么对我 我真的恨不起来 后来从事教育 我才体会到 一个人的人格 受家庭 受父母的影响 很大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从父母的口中 听不到对他人的批判 对他人的怨恨 这种言语 不曾在我的成长岁月当中出现 都是对人的帮助 对人的宽容 我们在这样的气氛当中 耳濡目染 自己也是这样的人生态度 常常 我父亲 因为很照顾朋友 有时候照顾的 在一般人看来 觉得很过头 记得小时候 有一个朋友 欠我父亲一笔钱 我的父亲 到他们家 去跟他拿钱 后来回到家里 我母亲就问了 有没有收到钱 那时候我也在旁边 我爸爸说没有 因为 他们家现在状况很不好 孩子下个学期 还要付学费 所以我又拿了五千块给他 那时候我还小 各位朋友 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 这样的行为 给了什么 影响 深深感觉 父亲的后道 常常我妈妈就说 跟我爸说 你就是烂好人 讲完以后 又看看我们三个孩子 你们也是烂好人 我心里在想 我妈妈还不是一样 但是 处处替人 早想 吃不吃亏啊 我们家三个孩子 从小到小 人缘就是特别好 有什么好吃亏 爱人 人很爱吃 因为有这样的人格特质 所以对老师没有任何的埋怨 反而 会去观察到 这是我当时候初衷的心境 会去观察到 这个世界 大部分的人都很痛苦 人在江湖啊 身不由己 这些老师 虽然打我们很凶 但是 他把他本来应该休息的时间 他把他 跟孩子相处的天伦之乐 的时光 给了谁啊 给了我们这些学生啊 他们的损失也很大 我们应该体谅到 他们的付出 只是付出的方法 应该有所修正 当然也不能怪我的老师 还是得怪我 因为那时候 假如我学了弟子规 我就可以推荐给我的老师 教他教我们入则孝 当他把孝道的生意 父母的恩德 讲给我们听 当我们内心生起了 对父母的孝敬 当我们理解到 亲所好 立未惧 父母对我们的恩德这么大 又辛辛苦苦 栽培我们念书 应该好好用功 不要辜负了 父母的苦心 当这一面心 在我们十多岁 青少年的时期 点燃了 成绩绝对不会比 用棍子打出来的茶 各位朋友 你相信吗 从接触圣贤经典以后 没有任何的人 催我们读书 我们是 一有时间 赶快用功 深怕自己的学问 不能成长 深怕自己的人生 没有智慧 深怕自己又走向 错误后悔的人生情境 走错了 走错了路 除了耗费了自己的时光以外 又要让多少的亲友 替我们担忧受怕 甚至于是伤心痛苦 这样的人生 我们不愿意再走 都有更好的方法 只是 我们没有去学习 因为 在 读书的过程 有了这一些体会 这些感受 让我在 从事教职之后 不会 只重视 学生的分数 更重视的 是教他 做人 做事的 道理 我每一次跟 家长开 座谈会 一开头 我都会问 家长一个问题 是把孩子从98分 拉到100分 这两分重要 还是教孩子一生 做人处事的 正确态度 重要 哪一个重要 各位朋友 假如现在考卷发下去 每一个人都是100分 一定都会答对 考试 所形成 对我们的影响 就是 写答案 跟实际生活 是两码之事 多少学生 考试的时候 考到社会 考生活与伦理 都了解 不能够 乱丢 垃圾 可是 我们也看到 街头 常常都有 遍地的垃圾 在 学习 一定要 跟生活 跟行为 一致 这才叫学问 假如 写考卷 跟生活 脱节 在这样的 学习 环境之下 我们的孩子 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 言行 不一致 学到了 虚伪 学问 最重要是 提升 一个人的心境 假如 他的 纯心 都是往 错误的 方向 在走 纵使 他有 很高的 学历 我们看了 也很忧心 做家长的 嘴上 讲着 做人 做事 重要 但是 面对孩子 都是要求 他的成绩 说一套 做一套 当我们 在成长的过程 看到 长者 父母 说跟做 不一致 对我们的内心 有什么影响 要深思 我们不能只责怪 这些青少年 不听话 不听话是结果 叛逆是结果 真正的原因 我们要找出来 在小的时候 最尊敬 最尊敬的人 是父母 天天想着 要长大 对成人的世界 有一份 憧憬 有一份敬意 当孩子的内心 对长者 对父母 开始没有 尊敬 没有孝敬 他的人格 就会开始扭曲 他对人 没有恭敬心 对人 会冷漠 父母对于孩子的人格影响 相当的大 我们时时要关照自己 言行 一步一致 那为什么家长 口上都说 做人做事重要 但是却把大半的时间 用在逼孩子的分数上 其实根源问题 还是在于 对于做人处事 对孩子的长远影响 没有深刻的认知 这也不能怪他们 人不学 也不知道 我们在海口 办家长的课程 已经 持续 快两年的时间 都没有间断 也是洞察到 家长对于 处事做人的认知 必然要经过 长期的学习 才会有定见 要有耐性 办下去 慢慢的 这些家长的观念 转变了 当家长的观念 转变 教孩子 就显得 轻松 多了 我自己在 教学过程 会 运用 像上课前的时间 让孩子来读诵经典 在教 在教 国文也好 数学也好 任何的科目 我们会把 这些做人的主事 融在 教学当中 让孩子 在这些 教语当中 去领受 去成长 看着 学生 能够读到 这些经典 我的内心 也是 相当的 喜悦 我们不要小看 每一句教诲 都可能对于 学生 产生 一生的 影响 我记得 念 初中的时候 我的理化老师 曾经在上课当中 讲了一句话 人不可以有傲气 但是 不可以没有 骨气 这一句 做人的态度 在 升学 压力 颇大的 生活当中 犹如一股清流 灌注入 我的心田当中 这一句话 我并没有 抄下来 这一句话 讲完以后 就落在 我的 心田 之上 主位朋友 我们念了 十多年的书 还有多少东西 留在你的 心中 我们 十多年的岁月 念了一堆 可能跟我们的人生 毫无 用处的东西 而真正 关键 人生的 提升 与堕落 幸福 与痛苦 的道理 这些教诲 却少得 可怜 我记得 我从海口 第一次 回到台湾 我回去 第一年 教书的 学校 高雄县 隆渡 国小 那一年 是很美好的 岁月 我们学校 很漂亮 在学校 校园之内 还有一座 小山 还可以爬山 那跟 这个学校的 姻缘 也很特别 刚好 我第一年 我从 师范院校 毕业 应该要 实习一年 那时候 我的心 竟觉得 不要再等一年 才教书 等一年 那有多少 学生 就无法 跟我们 结缘 抱着 马上 希望去 教书的心境 我去参加 代课考试 蛮顺利 考了 33名 录取 50个人 我的同学 考了 34名 我们一起 填 志愿 我的同学 刚好 站在我旁边 等着 弥陀 国小 还有两个名额 我那时候参加 正式考试 这个是代课考试 过了一年以后又参加正式考试 我的同学就问我 你想去哪一间学校 我跟同学说到 我说我来考的话 不是到弥陀 就是到观音 因为高雄县有弥陀国小 又有观音国小 各位朋友 我后来 正式老师 在观音国小任教 这个叫心想 士诚 而那一年代课 跟我同学说好 要去弥陀国小做同事 我话才说完 头一转过来 看到32名 把弥陀国小填掉了 只剩一个名额 而已经叫到我的名字 我也没有时间 看看我的同学 我直接就上台去了 我这个同学 已经结婚又有小孩了 其他的学校 不是在山边 就是在大海边 都比较遥远 我站在一堆 不知道他是什么学 什么样勤快的学校面前 就填了一个 龙渡国小 把这个名额啊 让给我同学 有舍会怎么样 有得 后来去龙渡国小报道 一看山民水秀 所以小舍小德啊 大舍大德 这是真理 也要我们自己去印证 由于舍了这一个机会 那一年的时光非常甜美 整个全校的同事 照顾我 就像家里人一样 有什么好吃的 都会拿到学校 大家一起享用 那人生的缘分 都很难等 当我们 生命有提升 我们也希望 回馈给 所有 曾经 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的 亲朋好友 我拿着海南的特产 回去看看这些 同事 还有 曾经 教了一年的学生 我的校长 看我回来 很高兴 就一起啊 坐下来泡茶 我也把 在海口 推展 教师课 推展 家长课 还有 推展小孩的 德行教育课 给他 做了一个 报告 讲完以后 我的校长就说了 他说 假如每一个老师 愿意每天 花十分钟 来教孩子 做人 这个孩子 毕业以后 往后会 感谢你 一辈子 每天 十分钟 都不多 不多啊 但是每天 十分钟 能持续 教下去 我们的学生 会深刻 感觉 老师 时时都想着 要成就 我们的人生 我的理化老师 才一句话 就影响了 我的一生 重要在 那一份心 我听了以后 也很感动 感动 校长 这一份 爱心 我的校长 马上说 今天下午啊 你 跟 全校的同仁 做一场 分享 跟大家 交流交流 这些 教育的 体会 当然 面对 这么有心的校长 我们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 两肋插刀 奉陪 到底 下午 讲完课 校长又说 今天 全校 教职员工 没有全到 你明天早上 再来讲一堂 我也是很欢喜 再去讲一堂 教孩子 做人 课不容缓 很多人都会问 蔡老师 是什么样的动力 让你 这么积极 在弘扬 中国文化 我会跟他们提到 当一个人 在他的人生过程当中 掉进了一个陷阱 摔得很痛 他爬起来 他爬起来 站在旁边 他会怎么做 他会继续看着人 跌下去 还是当人要跌下去的时候 他马上 跑过来 告诉他 不要再 摔到这个陷阱里了 各位朋友 我们要当哪一种人 这是做人 根本的良心 假如我们已经跌过的陷阱 还让我们的学生 继续走下去 那我们的良心 何在 我教孩子读经 有了一点收获 读月乐 不若语重月乐 我带着 两本地址规 从高雄 开车到台中 我台中有一位 结拜大哥 他有两个女儿 记得那时候 一个是小学二年级 一个是小学四年级 到了台中刚好 中午吃饭 我们兄弟两个坐下来 饭还没开始吃 我已经忍不住 开始把我教学地址规的体验 跟他说 我提父母乎应勿还 虽然只是对父母的一句言语态度 重不重要 假如他对父母讲话都不恭敬 这个人这一辈子毁掉了 你说蔡老师 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为什么对很多事情 看法无法坚定 因为我们的理智 我们对人生对错的认知 深度不够 孝经里面提到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被德 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 而去爱他人 这是违背德行 这是假的 不敬其亲 不尊敬他的父母 而敬他人者 为之被礼 这是违背礼仪 违背一个人礼敬的心 因为他连生育养育 他的父母都不尊敬 他怎么可能会去尊敬别人 假如一个人 对父母不孝敬 对你很恭敬 你要不要高兴 你要小心一点 他恭敬的不是你 是什么 可能是你背后 可以让他利用的利益 是那一笔金钱 很可能 对你恭敬完 生意做完了 钱他收到了 下一次看到你的态度 可能就不一样 一个孩子对父母的恭敬心 没有形成 他这一辈子 增长的是傲慢 增长的是不耐烦 增长的是不受教 这一个心性的生与将 影响的层面很大 我们现在来找找 一百个青少年 有几个人对父母 讲话很恭敬 现在我们 做个实验 跟小孩说 小明啊 小芬啊 叫孩子的名字 所回馈回来的 是什么样的回应 您有没有听到 孩子马上说 孩子马上跑到 父母的面前 举一个功 爸爸妈妈 有什么事吗 你现在身旁 有这样的孩子举手 假如有的话 跟我打个招呼 这个人可能是 言冤转世的 还是名字迁转世的 这样的孩子 越来越少 我们不要去 憎恨 不要去 对孩子这些 无理的态度 生气或者是责骂 不能怪他们 人不学 不知道 我反而 不只不会责怪他们 我会替他们很着急 因为一个人的 恭敬心没有升起 他不只人生 减少很多的助力 他会形成很多的阻力 他的一句话 会得罪人 他的一个动作 会让人误会 让人不舒服 不等他出社会 他在成长的过程 就已经不断在 造成生命的阻力 一个态度 影响人生的层面 相当的大 就这样 一句一句 跟我的大哥探讨 突然 突然 讲到一半 我的眼泪 就掉下来了 哭得很伤心 等我情绪 比较平和下来 我的大哥就跟我讲 他说我听过很多 大学教授讲课 也没有人像你 讲成这个样子 你有没有看过 大学教授讲 中国经典 讲到痛哭流涕的 有没有 后来 我比较平和下来 我就跟我大哥讲 他说我刚刚讲到一半 突然内心 有一股很强烈的感受 假如我在求学的过程 不要多了 有一位老师 把地址规给我讲了 我的人生将少走多少 冤枉路 而我那一份难受 不是因为我走了冤枉路 人生走冤枉路 只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而在走这个冤枉路的过程 不知说错多少话 做错多少事 而这些错误 都造成了多少 爱护我的人 伤心 受怕 难过 对于爱护我们的人 我们去回报他的恩德 都来不及了 怎么忍心 再去伤害他们 而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 能不能回到 原来的状态 能不能回到 若无其事 有没有可能 我们所讲出去伤人的话 收不收得回来 收不回来 历任歌体 横溢河 恶与伤人 恨难消 这些讲话的涵养 没有人教我们 已经造成 多少人的 遗憾 这样的人生 我不愿意再走下去 也不愿意 更多的亲友 以至于 更多我的学生 再走 这样的道路 这是 良知 我是在 有一次 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我的师长 上进下空 老上 他在讲经 我边听 边赞叹 这位老人家 把道理 讲得这么清楚 我不由自主 开始 写笔记 确确实实 人不是不想学 而是遇不到 好的老师 我有一个朋友 他做生意 吃喝嫖赌 样样来 这位朋友 你看到吃喝嫖赌的人 会不会很生气啊 吃喝嫖赌的人 日子好不好受 他的内心 很空虚 很痛苦 他为什么要吃喝嫖赌 假如他知道 有一条幸福大道 可以走 他愿不愿意走 哪有人喜欢 自干堕落 哪有人喜欢 自掘坟墓 我们看着孩子 我们看着孩子 每天坐在电脑桌前 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 你在那里气得半死 其实他快乐嘛 他的内心 没有人生方向 很空虚 打着电脑 就像 打麻药一样 在那一段时间 他才会觉得 内心没有那么 那么空 空虚 没有那么 难受 面对他人 错误的行为 我们要先感同 深受 不要一开始 就批判 你能感同 深受他的痛苦 才好 跟他沟通 才好 引导他 走出这个 迷惑 走出这个错误 我这一位朋友 赚了不少钱 把人生也搞得 很乱七八糟 有一天刚好 施多奖颁奖 他突然 放声大哭 人家是在 颁施多奖 颁给一些优秀老师 教书二十年 三十年 座育英才 他哭什么呢 他说 我这一辈子 为什么就遇不到 这么好的老师 害我的人生 一塌糊涂 他很痛苦 刚好 有一天 他也在电视上 看到 老儿上的奖金 他很高兴 他说 我人生终于找到名师 我要好好学习 从那一天开始 每天听经八个小时 是不是人才啊 是不是能成就 学问的法器啊 是啊 可是他却四十来岁 才开始学 人生总在 欲缘不同 我们常常在上课当中 看到很多 一二十岁的孩子 就开始学习 内心都无比的欢喜 最起码 这些年轻的学子 不用再像我们这样 绕了大半圈 这位朋友 很认真坐下来 听课 他说他 差不多十分钟以后啊 就开始打瞌睡了 所以八个小时 可能就睡了七个多小时 但是他 很认真 依然坚持听下来 听了一年 听了两年 本来是睡七个小时 慢慢就 变六个小时 五个小时 现在听经啊 不打瞌睡了 而当他遇到好老师 他抓住这个机会 全心学习 他把他 房地产的工作 收掉 他有开公司啊 也不开了 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成就学问 钱也不赚了 所有的同仁 都劝他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做 当然 也没有人了解 他的心境 当他 把生意都收掉 没有多久啊 房地产狂跌 所有本来 很富有的 这些建筑商 通通都负债 这一些同业人员 都谣传 说他会算 知道了 快要狂跌了 赶快收掉 他一念 好学之心 把他人生的劫难 怎么样 转掉了 他现在也不愁吃穿了 可以认真学习 人的善念 人的善念 确实会 逢凶 化吉 而我 遇到了 老上 我也非常的珍惜 记得 老人家在讲课当中 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到 全世界 全世界四大古文明 现在 现在只剩下一个 各位朋友 哪一个 怎么这么小声 哪一个 只剩下 中国文化 学圣贤 经典 教诲 已经有一个惯性 看到结果 会怎么样 找原因 把原因找出来 这一个态度 叫理智 叫理智 时时都是 找原因 解决问题 而不是 在结果当中 伤心受怕 这个态度很重要 是不是四大古文明的老祖宗 在神明的面前 抽签 谁抽到了 不用灭亡 那一个民主就不用灭亡 是不是这样 不是 人几千年 沉船而不断 必有他的原因 我从这一点 也体会到 不止一个文化传承 不是偶然 每一个人 人生过程当中 所遇到的 一切境界 也没有一件事 是偶然 我们都要 全然去面对 去解决 而不是 不能去逃避 也不能用侥幸的心理 去经营自己的人生 全心全意 去种对的因 老上接着就讲到 是因为 我们的老祖宗 在四五千年前 就已经洞察到 一个人一生 才素食寒暑 所积累的人生经验 也相当有限 假如能够传给孩子 还能够学到 几十年的经验 假如不能传下去 孩子又必须 从头开始没说 很辛苦 各位朋友 我们几十年的人生过程 都活明白了吗 体会到多少道理 有没有感觉相当有限 我一次在上课当中 有一个朋友 第一次来听课 听完课 下了课 他没有离开 站在教室的周围 等我跟一些家长 做了沟通完 他才走向前来 他做生意 生意也做得相当不错 他语重心长 他说蔡老师 我今天只想跟你讲一句感受 我在人生十多年的社会经验当中 所积累的经验 只是地址规里面的一两句话而已 几十年的经验 却只是经典当中的一两句 所以这几千年 人生的智慧 相当宝贵 相当难得 而他能顺利沉船下来 是因为 我们的老祖宗了解到 讲话的言语 跟写文章的文字 要分开来 写文章要文言文 一般讲话 用当时的语言 要把它分开 我有一个朋友 他离开他的故乡二十年 二十年之后 在回故乡 跟这些亲朋好友沟通 都有一些潜持用具 不大了解 还要解释一下 才能沟通 言语在二十年 就起一个小变化 两百年 就起一个大变化 两千年前说的话 你听懂不懂 那就完全不懂 假如两千年前 写的文章 就是他们当时候 讲话的言语 那你两千年后 根本都听不懂 你也看不懂 那就不可能 把文化沉船下来 看到言语的变化 那么快速 我们的祖先 就把写文章创设了文言文这个方法 写文章就用文言文 不管言语怎么变化 我们所承传的人生智慧 都能透过这个工具 写下来 当我们了解文言文 这几千年的智慧 你都可以深入 都可以去领受 你可以直接翻开 论语 念着学而实习之 透过我们制成的恭敬心 直接向孔老夫子 学习 有了这一个工具 没有障碍 除了因为它是文言文这个工具之外 它还有更深的一个含义是 因为中国文化 它谈的是人生的真理 假如不是人生的真理 纵使有文言文这个工具 这一些理论 这一些学问 终究还是会被 时间怎么样 淘汰掉 因为它讲的 确确实实 是人生的真相 人生的智慧 又善用了文言文这个工具 所以文化沉传下来 我们的人生不需要从头开始 我们的人生可以踏在四五千年的经验之上 我常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远 各位朋友 您听我讲话 觉得我年纪多大 很多第一次来的朋友 等我上台的时候 他们都会露出很惊讶的表情 怎么年纪这么轻 怎么年纪这么轻 而我们所讲的话 并不是自己的话 因为我们有领受了 圣贤的经典 我们的人生 可以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 看得更远 各位朋友 这个巨人的肩膀 你站上去了没有 那你的孩子 你的学生 站上去了没有 好 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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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